那个新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高龙科 在一月二分之一的夏天里饰演文婷婷 新浪的网友们你们好 我是Kelly宇文文 在一月二分之一的夏天这部戏当中饰演书琴 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Nikun I'm Zhang Hello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璐 在一月二分之一的夏天中饰演罗曼 新浪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蒋敬夫 我在一月二分之一的夏天里饰演的是李修琦 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叫魏大勋 在一月二分之一的夏天里饰演马俊才 笑什么 笑什么给我一点感觉好吗 大家笑是因为这个名字非常土吗 又一个又一个 他们笑主要是羡慕我 然后特别有才华 你看俊才又帅气又有才华的一个人 那你在剧里的角色是这样子吗 就是一个又帅气又有才华的一个人 确实也是人如其名嘛 咱们对于修理 没有 我不那个就是剧里是一个比较爱吹牛的一个人 那就是咱们在场的六位在剧里是什么关系呢 是谁跟谁是一对吗 还是有什么感情的纠葛 我跟她是一对 有许多感情的纠葛 就是他们感情比较纠葛 我跟她是一对 感觉不能介绍一下吗 你们在剧中都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你这介绍不太对 你跟她是一对 你跟她是一对 不是你 你应该有多少对 应该 应该是算不过来的吧 是吧 她说谎了 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说说谎 咱俩那个也可以算是一对吧 是吧 这是剧中 剧中吗 不是吗 完事了 在剧中就是乱七八糟 这可以说吗 可以啊 你不要太剧透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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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 非常复杂的关系 发生了 对 各种 对 这是尼昆第一次来中国拍戏吧 感觉怎么样 在 在语言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有没有什么啊 可以吗 我能讲解一下 我很乐意的 这些人 跟这件事情 跟这些工作做的 而 是 有问题的 噢 没有 也 们 我说 我说 在职任老师 然后在语言的 常算一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 但 但 他们 有什么好国家 所以 有没有问题 在误言 和我学习很重要 跟大家相处,跟中国人相处都挺好的。 问题上造型不太多,但是既然他说的, 可能有点不懂得说什么,彼此不懂得说什么,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特别好的演员,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特大。 那你在中国这段时间,其他演员有没有教你一些中文, 特别熟练的有没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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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been practicing Chinese, 我听说你在剧中跟抒情还有罗曼都有一些感情的纠葛, 那你在现实生活中更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孩呢? 你一个人是香港人在外面的角色, 因为你太阻塞了你这么多的。 那你多下笨块是哪个词? 你这么爹的耶? 你不可以说这些人是对的。 我可以说出了,你这样做好。 我可以说搔了,我都可以cipe这个, 那蒋介夫好像是在很多演员演了电影以后会逐渐地暂出迎屏 你最近也有几些电影作品 那以后会专注于《大云木》吗 还是会也会拍一些电视剧 这个顺其自然吧 没有想那么多 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趣事吗 能说一说吗 你就你最多 来吧 趣事 趣事就是教尼坤学中文 你都教了他什么 就基本上都是 因为这样就是怕他被别人骂 所以我先教他一些 就是骂别人的话 然后他就听出来了 以后他就能懂 比如说我傻 然后他现在就 你说你傻 他就知道他自己不傻 我们来试一下吧 你傻 我傻 傻吗 傻 我傻吗 你傻吗 不傻 你不傻 我傻 不是我傻 我傻 我傻 你真的被摆了一刀 蒋金峰呢 通通你是在这个剧中 我傻 我傻